低薪問題誰要負最大責任 我覺得年輕人自己 年輕人自己的競爭力不足 我覺得 就是很多人說找不到工作 可是其實還有很多職缺 只是看你想不想要 低薪問題年輕人要自己扛 我們的政府呢 台灣低薪 同時淡水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低物價 先說台灣物價還算低 可能沒有辦法 讓低薪的問題得到成分解決 兩手一攤又說低薪 政府也難解 學者炮轟 低薪是政府之責 零權消極的政客術語 將害慘這兩三代年輕人 要求低薪第一步 學者說要從教育下手 因為6月又有23萬個大學畢業生 要投入職場 人才過剩 難怪老闆不用加薪 也請得到人 沒有好的產業政策 外商不想來 國內人才也消化不了 製造業陷入惡性循環 只能降薪搶訂單 但人力成本又輸給中國大陸 印度跟越南 導致產業外移 國內工作機會變少 學生又學非所用 薪水自然爬不上去 高階的RMD 也是外勞 就是印度了 你現在只要到內科 你就會發覺中午很多 印度人在那邊走出來用餐 曾引起學生反彈 佔領立院 福茂現在卻被指示 翻轉低薪的解藥 文化大學新聞學院院長 葉明德就說 應該簽福茂協議 兩岸有聲勝無聲 否則台場外銷 享受不到稅付優惠 出口不忘 不需要搶人 就也不需提高薪水 他的娛樂產業跟他的製造業 是緊密結合的 娛樂產業這些明星 不是只是做娛樂產業 而是他是作為韓國這些製造業 像韓國的冰箱汽車 手機的代言人 高端產業前有日本南韓 後有中國大陸緊追 台灣得找到獨特定位 才有機會扭轉低薪酒礦 東森 財經新聞 劉志張博鄉 台北採訪報導 我剛才看到 大陸緊追求 豬賓國元 後來 七五三十二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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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